日前台东宝桑派出所接获一家银行通报说 有民众仪式遭诈骗的需要警方来帮帮忙 警方到场了解了一名谢信妇人 年初的时候在网路交友软体认识了一名 自称是韩国商人的网友 并表示要寄送包裹给这位谢女士 后来又说马来西亚海关人员说 因为包裹太重了必须要自付美金一千多块钱 警方马上跟她说这根本就是诈骗 谢信女子才停止汇款 避免钱被骗走了 警察告知妇人遭诈骗 这是日前台东宝桑派出所接获辖内某银行通报 表示有民众疑似遭到诈骗 需要派员协助 而警方到场了解之后 得知谢信妇人年初透过交友软体 认识一名自称韩国商人的网友 表示要寄送包裹给谢女 但因为马来西亚海关人员来电 告知包裹过重卡关 需要自付一千两百多美金 而女子不宜有她 前往银行要汇款 经过警方查证 告知是诈骗集团一贯手法 谢女才警觉停止汇款动作 台东分局表示反诈骗是当前重点工作 运动员在本所运警到场后 发现富人透过交友软体 认识外国的网友 说要寄包裹给他 但又接到自身马来西亚海关的人员 来电说该包裹过重 考在马来西亚 需要该女子汇款才能收到包裹 所幸在本所运警耐心劝说后 女子发授受骗成功保住荷包 台东分局表示反诈骗是当前重点工作 运警平时深入社区宣导防治诈骗之外 也在各金融机构加强巡逻 查气诈骗车手 呼吁民众如果遇到诈骗情势 除了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也可以拨打110报警处理 多一分求证 少一分损失 这讲解台东时报道